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单步狼的小说《大温馨密码》,我们要再次开课了。 我们这次比较特别一点点,我除了已经语音讲解前面两段,第三段部分呢,我决定用影片的方式来讲解。 所以各位如果听到语音去找到影片的讲解位置,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 OK,我们把这一段丢到Google翻译比较方便处理,一模一样的内容。 我们先听一看它前面的说法吧,在这边我们把重要的单子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首先先听我们导读的发音。 这边有几个单子要看一下,murder是谋杀,你一定会,这边是分词构句,所以谁杀了Sonia,谁杀了馆长,Silus。 Silus是一个白子呢,不需要各位记不记得这个单子,当然你不记得这种小单子。 他就打电话给老师,然后这边都还能明白,keystone什么东西啊,keystone,字面上是key是钥匙,stone是石头,合起来。 基石呢,各位可以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keystone,什么拱顶石,塞凤石,主旨基本原则,反正就是最重的问题,最重的核心呢,最重的那个东西在哪里的。 church of saint,这个saint是蛮重要的单子,来看看林文老师讲解位置,saint,saint,这个字,你有没有看到它可以当圣徒,我们常看到什么圣保罗,圣彼得大教堂,就是这个用法。 我们先来看大教堂,大教堂英文叫cathedra,我们讲说saint paul's cathedral,圣保罗大教堂,等等的就是你可以听到的概念。 所以这边用到saint saupis in Paris,它这个教堂,然后这个接到后面这段你还能听得明白,我们把重要的单子各个都讲解,这样你会听得比较清楚,也不浪费时间,来吧,首先the teacher 这边有两个重要的单子,第一个叫clue,clue这是一个蛮基本的单子呢,线索 办案常需要线索,它是一个固定介石词的,trick这里更明白,我们常常说万圣节里面常听到,对不对,trick or trick?trick当名词是把戏技巧,动识是骗,所以代表说这边很简单,他就派sailers去,他就跟着他的线索到了位置,发现到他被骗了,后面又有很多小重点,各位发现到,我们从小说学习可以复习很多的基本概念,再加老师的引导,学习效果更好。 嗯,这个字他没念好,应该是sion,我们再看看这个字,在字典上面的发音,你可能会比较明白一点,希望字典有啊,字典也没有这个,一般我们常常的翻译叫习安啊,OK,总之,我们在往下面看下去,the innerfeat of rage,这个中文翻得很清楚,他说在愤怒中,the innerfeat of rage,老师这个怎么去翻译这个东西啊,这就是feat厉害的地方呢,通常我们在字典里面会发现, 发现到,fit的用法非常的多,那一打错字,他就不理我了,fit,动词,形容词,很特别的一个语法,然后呢,因为fit可以当健康,所以这边就变健身中心,那被动又变配备,你说这个字是不是一字多意,可是我们来看字典会看到更多的用法,fit,你会发现到,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概就达到最后的位置,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语法,很特别,各位没看到,疾病的突然发作, 这边有讲什么叫做什么,呃,癫痫性发作,那he had a fit at work and collapsed,突然发作就倒地了,所以在这边的话,这边一阵,这边还有一个说法,一阵,咳嗽,一阵咳嗽,一阵喷嚏,一阵喷嚏,这边有啊,他打他,因为一怒之下,in the fate of anger,所以各位同学看到,原来我们学英文当中的话,不要小看到你每天学习的这些东西,我把它放大,各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点, 所以一点一点的慢慢累积是很重要的啊,来我们听听看另外一个语法的发音,she hit him in a fit of anger,啊,这个虽然不是特别加,不过各位都听得清楚了,in a fit of rage,那什么叫rage啊,这个字更重要了呢,rhe,讲讲,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说的变化超多的,outrage, outrageous, enrage,这么多的用法,我们再回来,所以在愤怒当中呢,他就啪,就把一个兄弟给杀了,the church keeper,and the centry,centry这个单子,我们来看一下,像这种小单子啊,你可以想要说,这个是跟派来的有关系,他就哨兵了,这么有说,我的班,昨天站哨呢,听听看这个例句,my squad were on sentry duty last night,啊,不同的语音,不同的学习,我们再回来,接着呢,在罗浮宫,Louvre,Louvre,罗浮宫,我们再听下去,这边的内容的发音是,at the Louvre,Langdon meetsJerome Collette and Pazilfack,the police captain,and realizes that the two policemen suspect him of the murder,很有趣啦,Langdon见到了两位,然后这两位呢,其中一个是,还有,police captain,然后他觉得,这两个人呢,都怀疑什么呢,suspect,suspecting of the murder,注意这个发音好,suspect,你再听一下,他朗读,at the Louvre,Langdon meetsJerome Collette and Pazilfack,the police captain,and realizes that the two policemen suspect him of the murder,这个字按照法语,应该是念fah, ok,我们再回来,这个位置,跟各位同学说明,这边有一个小单字呢,suspect,它其实有两种发音的可能性,因为动词跟名词不一样,这个是动词,suspect,名词叫suspect,那suspect要用什么计时呢,off啊,我们再看例句,你会看得更明显一点点,例句,例句,例句,suspect,不要小看到,你学习到很多单字呢,都是有各种用法的,哎呀,可惜这个动词里面,他没有用到那个例句,y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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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 警察怀疑他执行了两次的这个炸弹案件,把这个例句听听看吧,the police,the police suspect him of carrying out two bomber attacks,我很喜欢这个助理,因为他每个字咬字非常的清楚,各位学习的效果很好,ok,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这一段话,再听朗读,跟读一遍,after murdering Sonia,Sylas calls the teacher,and tells him that,according to Sonia,the keystone is in the church of Saint-Sulpice, 我们再听听看,亚利莎的发音,不过,各位同学记得, 西安是Zion OK 可不可以稍待一下 雅丽莎的发音真好呢 我不能清楚讲她的发音 不然到各位会听得非常清楚 我们听听看Google Hey Google Define Suspect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suspect Have an idea or impression of the existence Presence or truth of something without certain proof 她明明这个电子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动词是你suspect 名词是你suspect 可她念suspect 所以她念的是错的 再听听看这个单子 Hey Google Define century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century A period of 100 years 她又听不清楚 她听的century 你看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 再听听看rage Hey Google Define rage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rage Violent uncontrollable anger 嗯 再听得清楚 再试试看 Hey Google Define century Here's the definition of century A period of 100 years 她听不出来 这没办法 最后单子我们来听这个 Hey Google Define clue 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clue A piece of evidence or information used in the detection of a crime Detection of a crime 侦测犯罪 对不对 A piece of evidence OK 各位同学 如果你要找林文老师学习 赶快来吧 加入林文老师的小说学习行列 各位在荧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文西密码 其实我们已经开过一期了 但是一次讲点页 单子量太大 所以这是改为有三句到五句的不等 让各位慢慢学习 同样的道理 还有其他小说的 各位看到 丹布朗 另外一个小说 我们叫起源 这本书已经讲了127回合 迈向第二期了 所以各位同学 不小看小说的学习 不断的往前推进呢 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当然啦 这边还有另外一本小说 这个是饥饿游戏 193回了 哇 开了跟了无数起了 这本小说已经到了三分之二了 所以各位同学 想学小说 找我吧 拜拜